剛看完這麼多時尚單品 接下來帶您來看這一頂帽子 戴上去真的會變美女嗎 這是澎湖縣七美香 為了月底的音樂晚會 特別製作周邊商品 那麼七美 所以這帽子上面您看到 就寫了整整七個美字 送夠來是瞬間大爆紅 現在不少地名中 含有數字的鄉鎮 也都敲完說好想要耶 還有網友笑說呢 那比較好奇 如果地名中有一個萬字的 像是新北市的萬里 那會整頂帽子寫滿一萬個里字嗎 站在鄉公所前拍照比讚 澎湖縣七美香香長這張照片 在網路上引起暴動 因為大家的目光 全被他頭上的帽子吸引住了 美美美美美美美 直接用七個美字做出帽子 七美香為了八月底活動 設計免費贈品 沒想到原本是開玩笑的衝藝 卻被香長指定就要他 商品一出果然掀起風潮 大家都很有感 因為全台各地名字中有數字的鄉鎮 還真不少 二零三星四湖五谷 六龜七堵八德九份 還有網友笑說 如果是萬里萬卵等等名字 帶有萬字的地區 該怎麼辦 是不是整頂帽子都要一滿字 或是乾脆直接把地名排成一個萬字型 因為它的上面的七個美要恨出韓力 讓你淺顯易懂就一看就出來知道它是澎湖的七美對不對 是 七美香Cuso設計意外爆紅 廠商隨後也追加三星六龜九份等款式開放預購 連香港的九龍帽也許願成功 不少網友看到二水帽紛紛敲碗 想看同樣來自彰化的美食水水千千代言 甚至有人舉一反三列出高雄一到十的數字入名 也都變成帽子 如果時間配合得上的話 當然很想得到 小小創意成功在網路上發酵 也帶動更多人認識七美香 記得林靜彤主委者澎湖參訪報導